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当时就非常生气地对她说 你这败家孩子害什么猴子 你舅舅都在家带着呢 你还去什么动物园害猴子 有这么一位先生啊 最近呢身体不太舒服 就到这医院去看病去了 大夫 都开点药了 我晚上做梦 都梦得一群老鼠在踢球 那都是被世界被闹的 知道吗 日有所思 日有所梦 是 你白天总想着足球 晚上就会做梦得踢足球 对 梦得什么梦 踢球 老鼠踢球 耗子 哎呀 给你开点药吧 试试这种药 一天吃三次 三次 每次吃一袋 吞服 就往肚里咽吞服 嗯 那我明天开始吃行吗 明天开始 明天 你今天就开始吃不就完了吗 明天呗 我因为 因为今天夜里那帮老鼠该决赛了 我说 嗯 有这么一位太太急匆匆地走进家诊所 哦 哦 你那诊斗中我画有什么样的毛病吗 诊断你的病 我可不行 但是我可以给你三个忠告 第一 你必须少涂点腌制口红 那样会显得漂亮一些 第二呢 你必须减少体重二十公斤 第三呢 我是一个美容师 医生在隔壁的灵物 一天啊 一位天使问上帝说 上帝呀 我是最漂亮的女孩吗 你回去问问摸镜吧 一会儿天使回来了 大声地喊着对上帝说 老不死的 你为什么还做了你满夜长 咕咕咕的天使啊 这个时候 一头猪走了过来对上帝说 我是世界上最厉害的灵物吗 上帝回答说 你为什么不去问一问摸镜呢 一会儿猪回来为上帝说 谁叫蒋南呢 想开心就别早 别打争别吃药 下一个节目是 都值得了啊 有请节目主持人 哥哥江南 你好我是哥哥 大家好我是江南 欢迎向动情燃烧 一月街景引爆 这里就是 别说了 开死了 这波到了早上吗 这丈夫就把早餐 钻到妻子的面前了 就非常关心地对她说 亲爱的 你昨天晚上又说梦话了 亲爱的 一点都不错 你要知道了 我要是连梦话都不说的话 那我在家里 就没有说话的机会了 有这么一位出租车司机 为了送客方便 又不用费神来观察地图 于是就请人在他后背上 赐了一幅室内交通地图 这我跟你说人哪还真会想办 现在流行围身嘛 对围身啊 那有个性的 对对对 我闻一幅 想要是地图在后面 对 但是呢 你说你闻在后背上 你要是到时候先找哪个路口 你也看不着 简单 反正你乘客你坐后面吗 让乘客看哪 乘客坐后面 乘客坐后面 然后以后 那你这么说的话 他司机行 那开车都不穿衣服呗 不是 这光网子 反正然后那个 我估计就是因为他经常光网 然后那个 所以这不这一天就生病了吗 对啊 这容易生病啊 就是啊 这啥病啊 这我哪知道 反正就是不舒服呗 就是不舒服吗 所以就是看医生吧 那得上医院呢 医生就问他嘛 哪儿哪儿哪儿不舒服 哪儿不舒服 赶紧给医生指指 医生我自己小客户着 反正在后背那块 你自己滑了 具体位置就在人民大街北口那块 话说有这么一位顾客 进了一家餐馆 那进餐馆肯定要吃饭 他把大衣呢 挂在了荫房间 然后这个桌子旁边 要了一份牛排 牛排 这个服务生啊 从厨房当中出来之后 对他说 牛排啊 对不起 没有 于是呢 这位顾客要了一份红烧猪肉 红烧猪肉啊 又从厨房空手而回了 红烧猪肉对不起 没有了 这顾客又选了几样 其他的菜 可是服务员每次都从厨房空手而回 对不起 什么都没有了 最后 这位顾客就生气 那能不生气 他对服务员说 哎 你把我的大衣拿来 让我走吧 这服务员过了一会儿 从这衣帽间出来 对这位可怜的顾客说 非常抱歉 您的大衣也没有了 话说有一天 江南应征去做门卫 老板上上下下 左左右右 前前后后 仔仔细细的把他打了一番 然后对他说 需要一个以小言之心 度君子自负的家伙 跟你说啊 这个人要有强烈的依静 要有阅历的目光 高度的警觉心 机警过人的听觉 还应该用这个雄壮的身体 杀戏疼痕的个性 一怒 凶暴 谁惹了他 他马上就会变成恶不恶 就这种人 我们要 江南听了这番话之后 小声的说 哦 原来你们要这种人啊 那我回家 让我老婆来试试吧 人对于一七 在吵架之后 彼此不开口了 过了几天之后呢 先生很想和太太说话 可是太太就是不理他 后来呢 这先生就在家里弄了很烦呢 他就是问七八糟 弄到太太实在是有无可忍了 问他 你你你你走什么呀你啊 你你走什么呀你啊 谢天谢地 我总算找到你的声音了 给你们讲一个发生在我们寝室当中的故事吧 我们寝室当中哈 有一个老兄 这一天他喝醉了 回到寝室 要放衣服 这个时候呢 墙壁上有一只苍蝇 他以为是钉子呢 于是呢 就把这衣服挂上去了 这可想而知啊 衣服就掉在地上了 这当时我一看啊 这老哥已经这样了 我就把这个钉子啊 钉在墙上 就以备他以后再挂衣服之用嘛 对呀 等到第二天他又喝醉了 看他对墙壁上的黑影 以为还是苍蝇 于是就狠狠地打了过去 啊